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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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為什麼我是米奇老鼠 你是小丸子 這樣的CP 第一个人 啊 这平时不满星巴格 不过这个都很可爱到犯规了 这个小书包 然后里面还有水 湾上点水 哇这超可爱 哇真的太可爱了 可以猜现在我在哪里 我现在在丽江树河古镇 随便找了个民宿前住一晚 然后明天过去金茂浦修那边 拍一下雪山 新的一些秋冬的产品 然后顺便大家分享一下 就随便订的一些民宿 我觉得都很不错 没有打广告给各位看一下 院子这么大 这还挺漂亮的 然后才一百多一晚 就真的很划算 房间里面的配备也是很干净 卫生然后加热马桶 电动这些都很齐全 现在是差不多五点 然后准备出去看看咖啡店 关门之前喝一杯先 噢 Oh my god 哇 不客气了 这个Ai 哇好吃 重点重点可以可以 而已说这豆腐 自己做的 没有点卤水没有点石膏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薄 然后轻轻煎一下两边是外酥 很多人都很好吃 找了很久 原來是這麼小的一個門口 還可以 這水真的太乾淨了吧 在這家叫鋼尖巴藏餐 在我住的地方旁邊 還不錯 老闆娘很好吃 點完餐之後送我們兩個兩份酸奶 自己家做的那種 哇 開胃 舒服 手抓肉 現在來到這個雪山對面的酒店 終於放晴了 能看到一點點山頂 如果不是這盤雲瓢過來 剛剛能拍的更多 現在房間沒準備好 然後等會帶你們看一下room tour吧 這個瞬間我不抓緊拍 等會可能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哇 現在去酒店房間的路上 相機沒電了就手機拍的 正好碰上麥可倫今天搞活動 這就到了 這一棟房是幾間呢 總共是有6間房間 好的 簡單的大家room tour一下 這個經貿普修的酒店 進來是這樣子 這邊有個衣帽間 哇還挺大的 這可以直接穿過去 就到浴室 有浴缸 這個門是廁所 兩邊都可以開 開一下燈看看 開了燈之後的樣子就是這樣 還挺舒服的吧 看一下用什麼衛浴 兩千塊一碗的酒店 兩千塊一碗的酒店 minibar的東西 他說都是隨便 不要錢了 我靠這個 不過裡面也沒什麼東西了 OK 然後 加拿咖啡有三個味道 就這樣 兩個氧氣 不過我應該用不上 Dyson 臥室 臥室就 還好吧 這個風格我覺得 稍微有點 過於 Local了 這個大陸地床真的很漂亮 不過臥室這邊呢 是不能開的 要出去陽台 從客廳這個位置出 然後這邊的風光 就直接對著運用雪山 我現在看不到 山頂應該在這個位置 看我還真的很舒服 OK 那就是 大概這樣 現在差不多是他們下午茶的時間 OK 嗷嗷滴滴一下 準備去吃他們下午茶 Solomon的 XT6 FT 然後 褲子是 Nosca 他們這一季的新系列 叫做 Intromission 算是個子品牌吧 一身都是 後面再跟大家詳細介紹 先出門了 現在走出來了 這酒店不是那種一棟樓的 它分了很多小棟小棟 真的像是在納西族的村裡面那種感覺 這附近看起來就是 很村 說一個酒店很村 有點奇怪 說點光圈 看起來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 feel還蠻好的 不過 如果想從房間這棟樓走去 大唐那棟樓呢 還有一點路要走 所以他們都開電瓶車來通勤 當然可以打電話叫前台 開車過來 不過我想翻翻步走一下 這套褲子是我最喜歡的這一季的一個單品 側面有這種 假的開口的捏著 一直開上來 褲腳就做了一個 開腳 是不能調節的 但是整體褲型把握得很好 後面有兩個拿鐮口袋 然後側面有兩個雙層的口袋 就真的是可以裝東西 然後就是這一件 金屬尼龍襯衫 我覺得它質感真的很好 很垂的同時反光效果很漂亮 然後配這種 扭扣 最喜歡的是它這一件夾克 看起來好像是那種 Cosciike的感覺 它版型很好 同時呢 四個拿鐮口袋 還有一個額外的 隱藏的效果 就是說它可以 開多一層下擺 這樣就變成一個中藏款 一件衣服有兩個型態 穿的時候就 不管縮短還是放長 都很好看 這型態很帥 我身上穿的全部都是S碼 大概就這個效果 看雪山多大牌 剛剛給你們看了一下 現在又躲回雲裡去了 什麼都看不到 要建山頂面 真的太不容易了 不過我也不是說 陰天不好 陰天有陰天的美 只是 人都是貪心的嘛 就看過陰天也想看晴天 都想看一下 雪山瑜伽 真的很舒服 我覺得這裡的氛圍很適合 他們這一次做的這個系列 或者說製品牌 跟之前的納斯卡神 有一點區別說 就是 這一次會更多的 東方主義的一些元素 包括 多一些時裝方面的元素 會少一些技能感的東西 感覺會更加 小眾人們 然後 我不知道算不算高端 總體來說 但是他們的一個新嘗試吧 可能 老顧客會不一定都能接受 但是對我來講 我很喜歡這一系列的 所有單品 表現都很好 我自己收到這一些呢 不是目前的全部 後面還有一些Drop沒有放出來 有些羽絨服 外套什麼的 我有看到樣衣 很漂亮 很喜歡 當然我現在的這一個 感受 也只是限於 我收到的這幾款 某一些單品 目前的這個階段呢 我的感受還不能 概括它整個系列的所有單品 好喘啊 可以舉個相機 講話要大喘氣 我歇一會 總之反正就是 烤換歪了 總之就是這個系列呢 是一個新嘗試 偏東方主義的元素 偏時裝方面的一些取消 喜不喜歡這個要看個人口味 因為它的搭配我覺得 還是稍微有一點門檻的 當然它有一如既往的 卡挺漂亮 版型正 這都是它的優點 就我目前看到的樣衣 以及我拿到這幾款單品來講 我是很喜歡的 也是想藉著這樣的環境 跟大家傳達一下 他們這一次的設計理念 以及大概演示一下 它的上升效果 這個重量 在這個海拔 怪不得高原的人 需要吃那麼多高熱量的食品 什麼 酥油茶啊 酥油餅啊 我現在在去 吃下午茶的路上 我真的很怕 我還沒去到下午茶 我就已經昏厥了 我快舉不動了 真的 先這樣吧 下午茶在這邊是嗎 有點黑我 比我想像總要熱氣 這就是一件夾兩層的外套 裡面有一件 尼龍質感的那一層 外面是一件西裝外套的造型 但它做成道袍的質感 裡面有一如既往 都是卡他們自己的 收納的 口袋設計 同時外面這件 譬如說是道袍外套的造型 有一點偏向於西裝質感的設計 後面有一個 開叉的後擺 下擺也是這種不規則的剪裁 包括袖口也是有這種切角的設計 整體質感還是很好看的 並且 他們這次亮點設計 就是說 中間的這一個扣呢 是925銀的做舊扣 然後如果你身上有 別的銀式的話 其實整個風格 襯得是非常和諧的 然後它整體的 上升效果 我覺得也不錯 它有點偏長 所以要看看你怎麼搭配了 配合這套卡頂比較立體的 褲子我覺得是OK的 這是他們設計的 這一次我覺得 褲型很好的褲子 這褲子除了整體 簡纏立體之外 它有個比較亮點的設計 就是說它褲腳的拉鍊 它是可以完全分開 然後變成長腿的 那不過我個人還是習慣把它說 半拉的狀態 我覺得最好看 當然這種設計呢 除了說在美觀性上 有自己的考究之外 最早以前應該說是 出現在一些 功能性的褲款上 比如說是登山褲子類的這種褲型 他們會方便穿著者穿脫靴子 才會有一個半褲腳拉鍊 或者是全腿拉鍊的設計 就方便你在不用脫靴子的情況下 可以快速的穿脫外褲 那來到這種時裝取向的褲子呢 更多是裝飾作用的 褲腳以及口袋 大腿的這種斜切的立體剪裁呢 讓這種褲型顯得 上身效果很好 還有一個 這一次我很喜歡的單品 就是我身上背的這個 他們叫包袱 就是一個簡便的背包 好玩的地方在於它呢 這個蝴蝶其實是要自己綁的 就是說它可以完全打開變成一片很薄的布 尤其旅行收納的時候特別方便 然後整體容積很大 裡面可以裝很多很多東西 並且裡面還有一個小暗袋 雙頭拉鍊 然後也是防水的 我昨天背著它在淋雨的情況下 好幾個小時裡面東西也沒有濕 就是蠻好用的 而且它這個肩帶設計的 比一般的包要寬 看自己怎麼綁這個結了 如果你綁得漂亮的話 它背的時候是 舒適性很好 很貼身 不管裝多少東西它都非常貼自己的身體 這個是我沒有想到說 應該說配飾類的東西 這一季單品裡面我最喜歡這一件 它這個包呢還有另外一個 面料就是那個提花版本 我這次沒有收到但我會貼圖片在這裡 除了這件衣服身上925銀的扣之外呢 還有其他幾件衣服的 部分口袋上的錨釘啊 不過這些錨釘就不是925銀的 是同的 介於成本的問題 不過他們這個 表現的意思呢 我是有get到的 我覺得整體 呈現出來的 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樣其實是由這件衣服的 不可以視聴 這件衣服… 你好 我就沒試過 不可以 在這裡 酷 這就是拿來些這樣的食物 麵包底下都是那些火腿肉什麼的 感覺蛋白質會豐富一點 然後就是纖維咖啡 忘學生 忘不到 炸掉了 換件衣服跟大家聊一下 我穿上這件衣服就是這次Intrimission的 其中一件單品也是我很喜歡穿的一件 它是一個水洗做舊的爐底 做了很多不規則的飛鞭 整體水洗效果很漂亮 除了傳統袋鼠之外 兩次還多了兩個口袋可以裝別的東西 然後口袋的內襯 包括兜帽裡面的內襯也是那種 網眼素乾的尼龍 覺得還是很舒服的 長上身厚實有闊型感 同時不會太硬挺 蠻柔軟的 然後袖子從上到下的這個硬化 我都會拍細節給你們看看 質感我覺得是很棒的 跟現在衛衣套還有另外一條八分褲 差不多一樣的也是一樣的效果 Intrimission這一個主題 以東方元素為核心 然後以日月星塵為設計元素 去展開整個系列 那其中 除了我給你們展示的那些夾克 會有一些星月彎月型的圖案設計 那更多的包括這件衛衣也好 包括那件襯衣 然後那件倒袍的夾兩件西裝外套 都會有一些銅製的小猩猩形狀的毛釘 去做一個點綴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然後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的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幾件單品 也算是一個新的小風格 他們用了一種新的面料 是提花面料 然後這個面料它是棉麻混仿的 就很舒服 並且它有做提花的這種紋路效果 然後整體的透氣性和柔軟度都不錯 就是能保持厚度的同時不會太悶 但是又有一定的保暖性 然後內襯也都是用了這種 很格紋尼龍來去做內裡 傳承效果也很舒服 並且傳統中式盤扣的 歷領開山的款式的基礎上 它去做了一定的 屬於NOSCA他們自己品牌的一些專屬的修改 比方說這種方便的上下拉鍊 雙頭拉鍊開合同時還帶一個盤扣設計 然後整體的剪裁和cutting也是不用說 是很好看的 包括下擺兩側的開插設計都很好看 尤其是這條八分骨真的配合這一個 面料的柔軟度和垂緻感 上身效果真的是非常好襯鞋子 我覺得搭配鞋款的話 就還挺適合那雙NIGEL的Sleep On 也是同樣的提花和指紋面料 在這種納西族古鎮逛的時候 它感覺還挺Local的 這夾兩件的外套 它會比傳統的西裝來講更加寬鬆一點 但是又比倒跑來講 又更加偏向西式服裝的剪裁 我覺得還挺迷人的 它這一個版型的設計 林口有一個小小的蕾絲織帶的裝飾 然後他們這一次的主題所有的衣服 後頸的位置都有一條毛邊的織帶 來去做有辨識度的位置 這件襯衣的光澤度真的很好 然後這種衣服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擔心它皺了會不好看 因為它本身就這種褶皺的金屬尼龍 越褶皺它的反光效果 在視覺上看是越帥 前面還有這種很傳統的雙拉鍊 來去做一個收納 可以放一些貼身的物品 我覺得好看的來也是夠實用的 這一個單穿就很好看 只是對於我個人的身材來講 它好像還是稍微有一點點長的 如果能做短眼更好 下巴還有兩個小的口袋 一樣口袋的兩端也是有這個 帽頂去做裝飾的 配合這一個有點玉石質感的扣子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不錯的點睛之筆 那還有就是兩條長褲 兩條我覺得剪裁跟實裝效果非常強的長褲 當然它倆風格也不一樣 這個會直筒一點點 然後這個會更加瘦身 但是立體很多 就看你自己選擇吧 反正我兩條都很喜歡 就是肯定會日常經常穿的這種 那關於褲子我就不講那麼多了 該看的畫面應該都看得差不多了 不能錯過的就是這個背囊 我是覺得這個大大出乎的衣料 它真的很好用 背負的效果看自己怎麼綁這個結了 我自己綁好之後還是很貼身的 並且真的可以出去玩的時候好收納好整理 然後東西放在裡面也不會說亂晃 因為它背起來的時候是緊貼你身體 然後這個結你綁得好的話不會鬆 任何滑動都沒有 我覺得挺帥的 這個真的出乎我意料特別喜歡 這幾天都在用 那麼這就是簡單 給大家分享一下我體驗到 安全Mission這一季的一些部分新品 那對於Nosca這個品牌 或者說主理人來講 我之前也跟他聊過 他覺得稍微有一點衝動了 因為這個系列整體呈現出來的效果 會跟他自己以往 Nosca品牌所呈現的方向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嘗試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一季的呈現 硬核機能的東西玩太多 其實有點枯燥了我個人覺得 融合一些東方元素和實裝方向的設計 反而顯得這些單品會有更多的實穿性和易打性 包括細節上的一些小心思 它都花得非常足 這一季真的是下了血本去做的 那我也很期待後面出貨的一些 更厚實質感的這種冬季款式 那這大概就是我對它的一些感受 不足的地方我覺得就是 它的cutting可能還是要適配大多數的身材 比如說像那件襯衣和夾兩件的外套 我穿稍微有一點長了 除此之外我覺得就沒什麼還好 它家褲子的剪裁真的一如既往的很好看 當然這些僅僅是我個人 在這短暫幾天的一部分感受 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答案 也肯定沒有辦法去回答你所有的疑問 如果你覺得還有什麼我沒有講得很詳細 或是有別的疑問 歡迎在下面評論或者留言給我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對你有幫助的話 希望你鼓勵一鍵三連 如果還沒有關注我 記得點下訂閱了 我是Rock 我們下次再見吧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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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